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大议题,我们继续谈环保的问题 这一节我们会讲如何处理厨余 先问地球之有,其实厨余方面 香港来说一直想建厨余厂 不过最近在萧豪湾那边的厂流标 其实在香港来说,处理厨余何去何从 其实现在在小豪湾的厂 原先是希望2015年的时候建到的 但无来现在就流标了 把时间吞噬了一年,去到2016年 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天3600吨的厨余 都真的要有地方去放 如果真的将来做全面的回收 这3600吨的厨余 不可以单单只靠这两个厂 所以现在看到一些私人的回收箱 譬如好像有一间,我知道它将厨余变了鱼 其实它明年都会进入环保园 将大概每一天处理200吨的厨余 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些方向 可以真的去想想如何处理厨余 也看到有一些大学,像成大那样 也有一些科技,将厨余变成沼气 用来发电的 又或者将一些厨余 真的用来做一些厨余的原材料 也看到其实那个方向是有在的 但是真的要去大圍落实的话 是需要时间 但是我们都经常说 你说怎样变鱼良 怎样去处理厨余 做燕氧发电 这些都是无端处理的 其实我们应该在源头那里 去真的做一些工作 当你不产生厨余 这一件事出来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想 究竟我无端应该如何去处理好 还是烧掉它 还是怎样呢 那源头工作那里 我认为施施是一个很专门的工作 他也做了很多地区性减少厨余的工作 廖沛先生怎样看 如果家庭主妇都可以参与一份 可以帮忙处理厨余就更加之好 你怎样看 比如在社区的层面怎样搞 其实先讲源头 其实我们也有一些项目 就是我们去有一班乙工 每天街市关门的时候 就是我们去菜饭那里 就跟他们去收一些买剩的菜 还有面包也有的 收了回来之后 我们就派给区里面有需要的街坊 还有我想除了这些 我们就每个星期定期会去收 或者每日定期去收 另外就是 比如已经包装好的食物 就来过期了 或者一些急冻的鱼 刚刚昨天才处理了很多 急冻的鱼 即仓期要过了 没有人要就要扔 那我们又是拿了回来 接着就派给街坊 我想这是一方面的 就是去减少食物的浪费 第二就是真的在家里面煮完了 有剩的了 或者一些基本上没得去煮的 就是剩了出来的那些厨余 就是陀北在屋邨 就是在住的地方那里去处理 那其实我们其中一个中心 就是在长州云的麗国村 那现在都开始在做的 房处 其实也是和地球之有 就是帮忙一起去做 那变了呢 就是在村里面的街坊 那他们就有一个 在村里面有一个收窄的地方 那他们有什么的 那就可以拿回去那里去扔的 扔完之后就在屋邨那里去堆肥 那这样可以拿回屋邨里面去用 那我想这些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方法 在屋邨那里去处理了这些厨余 而不需要可能是山长水苑 这样运到某些指定的地方 那里才去处理 其实当中的交通也有一些碳的排放 但是我想补充一点 其实现在如果在屋邨那里处理厨余 其实有两个方向 第一好像政府那边有一个资助计划 那他们就资助一些屋邨去扣置一些厨余机 那就可能找一些屋邨的一些住户 那就做一些试验计划 那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这些厨余机的容量其实比较小 可能在说大概100至200公斤 那如果你说真的计算户数去参与 那都是大概100至200户 那但是你说一个屋邨 其实在说几千户 那你应该是给哪一百个或者二百个屋户 要去参与呢 那如果你说真的装多几部机的话 那部机都真的不小 可能是一张飞摩波台那么大 那一个屋邨 其实你如果要放多几部机的话 其实那个面积都挺大 所以我们就真的想好像参考南航的例子 他会在中央那里放置几个厨余桶 这样就等一些家庭主婦 又或者是上班上学的人士 在上班上学之前 将他们的厨余倒入桶那里 那定时定后就会有一个厨余厂 可能早上九点或者晚上九点 将这些桶中央运走 之后再在中央处理 反而这个我们会觉得 比较适合在香港的情况 因为真的太小了 我想我们的位置真的 如果再放这些处理机的话 都不是一个太长远的处理方向 即是又要政府做多些事情 没错 尽快建构一个回收的渠道 因为刚刚政府有一个督道委员会 叫做《识食香港督道委员会》 你们地球都有代表在里面 其实还有什么 有关于这个处理回收可以向政府反映 而政府也似乎是 都愿意听的 有个情况是怎样的 我想好像刚才说的督道委员会 其实他们最主要的工作 都是在想如何在源头那里减少废物 他现在就定立了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减少一成的处餘 大概360吨 其实都是一个 都挺多的数目 360吨在说 其实都看到那个 既然设定了一个目标 其实督道委员会 都真的要想一些措施 比如会不会设定一些家 一些指引给一些行家 让他们可以跟着 比如在厨房那里怎么想减少厨鱼呢 如何在食事方面 又可以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厨鱼呢 另外一方面 你说厨鱼回收 其实我们都真的拿了很多外国的例子 去给政府做一个参考 我想其实这个都真的要等政府 他现在开始就在六条屋邨那里 进行厨鱼的收集试验计划 等他真的去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觉得什么时候是哪一种方法 是可以适合在全港的屋邨去推行的话 我想这个都真的可能要一至两年的时间 但我们都真的不想等三年又三年 真是尽快找到对方的方法 就尽快落实 廖沛先生怎么看在屋邨那里 搞这个厨鱼回收呢 其实再进一步 可以怎样再搞好一点 令到规模再大一点 我想第一就是要街坊方便 或者他们也知道 首先要知道 比如说那些垃圾要应该怎么放 或者那些厨鱼 在屋邨里面哪些地方 其实是可以去收集的 我想这个讯息要给他们 而且那个地点应该是要方便 经常开放 不知几天之后生存 我想这些方便街坊 其实都是一些很主要的一个方向 但当然也还有的就是讯息 为什么他平时就这样砍掉就可以了 为什么他还要拿去第二道那里去回收呢 我想这些的教育其实都需要 所以就是说这个有因 其实这个有因 如何可以制造出来呢 地球之后 可不可以 有些粮册可以放出来呢 其实有因正正是那四个字 垃圾收费 当你的垃圾真的要钱的时候 你要付钱的时候 现在不用钱了 大家就真的乱丢 什么所有罐 比如我们之前 经常到一些屋苑那里 真的下手下锯去抄垃圾 逐袋逐袋开 看到很多袋垃圾里面 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回收的 罐 纸 膠 这些全部都放进去 但是当你想想 将这些东西全部都放进 要付钱的垃圾袋 其实大家都真的会想清楚 究竟我是否这些东西 需要放进去 厨业也是一个例子 当我那个垃圾袋 要付钱的时候 我还会不会 吃剩的东西又全部放进去 会不会想一下 其实我可以留下第二天去吃呢 又或者是真的 厨业可以做回收的话 他们都一定会更加积极去做 其实除了说厨业之外 你之前也说过 玻璃瓶回收也很重要 因为现在似乎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政策 说玻璃瓶可以好好地回收 其实现在政府 就有二十多条屋邨 在做玻璃瓶的事物计划 但是 全港有这么多条屋邨 都是一个很初步的开始 未来三月的时候 就会开始一个玻璃瓶 生产者暂制的一个资讯 真是落落 切切实实地 去想一下 如何在全港做玻璃瓶回收 这也是一个很开始 其实这个政策 是2005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要谈 但是 我们现在已经迟了七年的时间 去做这一件事 都希望它可以尽快 不要再拖泥大水 有些政策 玻璃瓶回收是否难搞一些 因为始终它的重量 是真的比起其他 塑膠 纸 铝灌 其实都真的比较重 而且它的出路 是比较难找的 譬如你纸 你可以再把它变成循环的纸 灌就金属 非常值钱 但是玻璃的价值 真的不是太高 所以都很难 会有这个 回收箱 真的肯去收 所以现在 二十几条村 做着玻璃瓶的 回收试验计划 其实都是政府 扔钱下去 去资助 去这些计划去做 但如果将来 真的有一个生产者 暂制 是由生产者 要去负责 他制造出来的玻璃 他要付钱 去做回收的话 希望都可以 制造出一个新的产业 廖沛先生 如何看玻璃瓶回收 如果在社区层面 在家庭主婦 去处理的角度 来看 会不会很难搞 其实没有玻璃瓶回收 其实都很难搞 因为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些 如何利用玻璃瓶的斑 例如将它变成一个 装饰品 在表面画一些的画 去布置家居 但其实玻璃本身 你不要说啤酒 那些酒瓶 我想主婦平时接触的 一些的醬料 玻璃瓶 柚子茶 这些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 都触碰了很多的玻璃瓶 其实妇女 都要去处理 当然有些 例如大的 可以用得到的 可能家里会用来去处物 但始终 其实都不太用得完 你讲的是 酱油瓶 你怎么处什么物 或者一些醋的瓶 我想如果这个回收 亦都可以去帮忙去收买 一来其实 亦都隔着垃圾经费的时候 这个玻璃瓶 他知道应该去哪里回收 而不是在垃圾桌 亦都可以帮他省到钱 我想这个其实 亦都是 妇女会欢迎 但当然也是 回收的地点 都是要方便的 其实全港都应该要有多些地方 可以去回收 或者在屋邨里面 亦都是做 最后 政府在回收玻璃瓶 可以再做到什么 最后30秒 我想其实 真的慢慢逐步逐步去扩展 这个计划 需求是有在的 其实都听到很多声音 市民是想做玻璃瓶回收 但是无奈 现在国会收的渠道 还没打通 希望真的可以在未来这几年的时间 可以逐步逐步去扩展 环保这个问题 我们日后的机会再谈过 政府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在明年将会有第二次的公众咨询 就是就着这个固体费物征费 这个问题再谈讯 到底垃圾征费 如何推行下去 又可不可以 如政府所说 去到2016年可以推行到 大家拭目以待 但这题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我是何铃生 再会 谢谢